虽是鬼怪故事,却应人生百态 嗨,大家好 欢迎来到《遇见汉语》之《遇见鬼怪故事》聊斋志义 今天要给大家讲的故事,名为《红玉》 广平县的冯老头有个儿子,名叫冯向儒 父子俩人都是秀才 冯老头年近六十岁了 他性格正派耿直 但家里却很穷,经常缺吃少穿的 后来,冯老头的老婆子与儿媳妇又相继去世 他不得不连挑水做饭,都得自己去干 一天夜里,冯老头的儿子冯向儒 在月光下坐着 忽然,他看见东面邻居家的一名女子 从墙头上向他家的院子里偷看 那女子看上去非常美 冯向儒走到女子跟前 女子就微笑着也不说话 冯向儒又向他招手 可女子不来,也不走 他又一再邀请女子 女子这才爬梯子过来 于是,两个人就同床共枕了 冯向儒问女子的姓名 她说 我是邻居家的女儿 名叫洪玉 冯向儒非常喜欢洪玉 要跟她私定山盟海誓 她也答应了 从那天起 洪玉天天夜里都会过来 这样的日子一晃 就是半年 一天夜里 冯老头醒来 听到家里 有女子的说笑声 他向儿子的卧房一看 一眼就看见了洪玉 冯老头大怒 就把儿子叫出来 骂他道 畜生啊 你干的这是什么事呀 咱们家已经如此贫困落魄了 你还不刻苦读书 竟然学着别人 做这样轻浮浪荡的事 如果人家知道了 就会丧了你的品德 就算是人家不知道 你这样做 也是会减瘦的呀 冯向儒跪在地上 哭着承认 自己后悔了 冯老头又斥责洪玉说 你一个女子 不守归戒 既是玷污了自己 也是玷污了别人 倘若 这件事情一旦暴露 绝不仅仅是 会给我们家带来耻辱啊 老头骂完 气愤地又回去睡觉去了 红玉流着眼泪说 冯老先生的训责 真是让我感到羞愧 看来我们的缘分 就要到此结束了 冯向儒说 父亲在家 我不敢自作主张 如果你对我有情意 应当包含些为好 可是接下来 红玉言语间 一点也不松动 冯向儒无奈 又哭了起来 红玉劝慰他说 我与你既没有没人的说和 又没有父母的准许 我每天像这样爬墙钻洞 又如何能够与你白头到老呢 我知道附近有一位良善的好女子 你可以娶她呀 冯向儒说自己贫穷 娶不起媳妇 红玉就说 明夜 你就在家里等着我 我给你想个办法 第二天夜里 红玉果然又来了 还带来了四十两银子 送给冯向儒 她对冯向儒说 离这里大约六十里地 有个无村 那里有户姓卫的人家 魏家女儿今年十八岁了 由于她的父亲要的聘金多 所以导致女儿 至今还没有嫁出去 你多给魏家人些聘金 我相信 一定会将那姑娘娶过来的 说完 红玉就离开了 冯向儒找了个机会 将娶亲的事告诉了父亲 她打算先去魏家相亲 但却把要聘金的事情 隐瞒了下来 冯老头自己估计着 家里没有钱财 恐怕魏家不同意 所以就不让儿子去 冯向儒又挽延 又挽延劝父亲说 您就让我去试一试吧 于是冯老头就点头答应了 随后 冯向儒就借来了一匹马 还带着一个仆人 到无村的魏家去了 魏家 本是靠中庄稼 为生的农民 冯向儒就把魏家的主人 叫到了外面谈话 魏家主人了解到 冯家父子都是读书人 又见 冯向儒以表堂堂 心里已经同意 只是 他有些顾虑 不知冯家会给多少彩礼 冯向儒听他的言词 吞吞吐吐吐 就明白了他的意思 于是 他便把带来的所有银子 都放在了桌子上 魏家主人一见到银子 非常高兴 就急忙求助林家的一个书生 当中间人 还用红纸 写好了婚书 双方就此 定立了婚约 冯向儒又进入内室 拜见冯家女主人 他看到 内室十分狭窄 魏家姑娘 躲在母亲的身后 冯向儒稍微打量了 一下姑娘 发现她虽然穿戴贫寒 但样貌出众 心里暗暗高兴 魏家主人又借来了 林家的房子 来款待女婿 席间 她说道 公子 您不必亲自来迎亲了 等我们为女儿 做上几件衣服 到日子 就给你抬着 送过去 冯向儒又与魏家主人 定好了婚期 就回家去了 回到家后 冯向儒就欺骗父亲说 魏家的人 喜欢咱们家 是正经的读书人家 就没有要什么彩礼 冯老头听了也很高兴 到了约定的日子 魏家果然把女儿送来了 魏家姑娘勤俭又温顺 夫妻俩感情很好 过了两年 魏家姑娘生下了一个儿子 取名叫福尔 这一年的清明节时 她抱着福尔去扫墓 途中遇上了一个姓颂的乡身 这个姓颂的当过御使官 后来因为收受贿赂 被罢了官 她不得已 在家闲居 却仍是在乡里耍威风 欺压百姓 正巧这天 姓颂的乡身 也上坟回来 她见到魏家姑娘 长相艳丽 甚是喜欢 她去村里打听 直到魏家姑娘是冯相如的配偶 宋香身料想 冯家本是贫逝 就想着拿出些金钱来诱逼 希望动摇冯相如的心 于是就派家丁 去冯家打探冯相如的态度 没想到 冯相如诸然听到这种消息 气得脸色 都变了 可她知道自己 斗不过宋家 只好收敛怒气 装出笑脸 进屋去告诉给父亲冯老头 冯老头一听大怒 不管不顾地跑出屋来 对着宋家派来的家丁 指天华地 百般辱骂 宋家家丁顿时 吓得抱头鼠窜 赶紧灰溜溜地回去了 宋香参听了家丁的回报 也发火了 竟又派了好几个人 闯入了冯家 来人气势汹汹 他们殴打冯家父子 还吵吵闹闹像开了锅一样 卫家姑娘听到声音 就把儿子扔在床上 披散着头发 跑出门呼救 宋家的打手 宋家的打手 见到是卫家姑娘 就抢了过去 抬着她跑回了宋家 冯家父子被打伤得很严重 倒在地上不住地呻吟着 孩子就独自在屋里 咕咕地哭 邻居们见了 都可怜冯家 就一起帮忙 把冯家父子扶到了床上 过了一天 冯相如终于能煮着棍子 站起来了 可冯老头却气得不吃不喝 没过多久 就口吐鲜血 死掉了 冯相如大哭一场 抱着儿子到衙门去告状 他一直向上告 告到了巡府 总督 几乎告别了所有的衙门 可最终自己的案子 也没有得到受理 后来冯相如又听说 自己的妻子 因不肯屈从于送香参而死 更加悲愤 他的仇怨塞满了胸口 可却无处申诉 他经常想着在路口 伺机刺杀送香参 但又顾虑到送香参的随从很多 而自己的儿子 而自己的儿子又太过年幼 无人可脱 无奈之下 他只能日夜哀痛思索 甚至无法合上眼睛睡觉 一天 突然有个男人来到了冯家 他长着落腮胡子 宽下巴 冯相如从来没有见过他 冯相如请那男人坐下 打算问一下他的姓名 但来人并没有回答 却突然反问冯相如道 你有杀父之仇 夺妻之恨 难道 你就不想报仇了吗 冯相如疑心 来人是宋家的探子 就用些假话来应酬他 可那男人却生气地瞪起眼睛 看起来 眼角都要裂开了 他猛地站起身就要走 还恨恨地对冯相如说 我还以为你是个正直勇敢的人 现在才知道 你是个不足挂齿的东西 冯相如看出 这个人不是一般人 就急忙跪了下来 拉着他的手说 我实在是怕 您是宋家来套我实情的 看到您的态度 我现在可以向您 袒露我的心声了 我卧薪尝胆 也不是一天两天了 只是担心我强保中的孩子 我担心会就此绝了后代 您是个侠士 您能帮助我 照顾我的孩子吗 男人说 这是妇女干的事 不是我能做的 您想拖给别人的事 请您自己做 您想自己做的事 请让我带你去做 冯相如听了 向那男子连颗响头 可那人连看也没看 就出去了 冯相如又去追问 那男子的姓名 那人说 如果我没有成功 请您不要埋怨我 如果我成功了 我也不会接受您的感激 说吧 她就头也不回地离开了 冯相如 还是担心自己和儿子 会受到牵连 就抱着儿子逃跑了 到了夜里 宋相身的家人都睡觉了 一个人影翻越了几道高墙 来到了宋家 来人杀了宋家父子三人 还有一个媳妇和一个丫鬟 宋家人大惊 便写了状子告到了衙门 县令听闻 也是惊恶 宋家人坚持说 这案子一定就是冯相如做的 于是县令就派遣衙役 去抓冯相如 衙役们到了冯家一看 发现冯相如已经不知道到哪里去了 更认定这件事就是她干的 宋家仆人和官府衙役 又到各处去搜索 夜里 他们来到了南山 听到有小儿在提哭 这些人 寻着声音 还是抓到了冯相如 就把她捆上绳子 压着上路 可是路上 孩子越哭越厉害 那帮人竟然夺过孩子 就扔到路边去了 冯相如怨恨到了极点 她见到了县令 县令就问 你为什么要杀人 冯相如回答说 我冤枉啊 宋家那些人是夜里死的 可我白天就外出了 而且我还抱着一个咕咕哭的孩子 又怎么能越墙杀人 县令说 你既然没有杀人 却为什么要逃呢 冯相如没话说 不知道该如何解释 于是县官就要把她关进监狱 冯相如哭着说 我死了 我死了无所谓 可一个墙堡中的婴孩 又有何罪过 县令却说 你杀了那么多人 那人家杀了你的儿子 你又有什么可怨恨的 随后 冯相如又被挤去了秀才功名 他多次遭受到严刑拷打 可最终也没有供出那名男子 这天夜里 县令刚一躺下 就听到有东西击打到了床上 声音响脆 他不惊吓地嚎叫了起来 全家人都惊慌地起来 一块儿跑到出世的屋里 他们用灯一照 发现原来是一把短刀 那刀刃锋利如霜 堕入床头约有一寸多 牢不可拔 县令目睹后 吓得顿时魂飞魄散 牙医们拿着武器 搜遍了官邸的所有地方 可却一点踪迹都没有找到 县令心里暗暗害怕 又觉得那姓宋的父子已经死了 不会报复他 也就没有什么可怕的 于是县令就把案件 详细地报告给了上司 替冯向如开脱 最后竟然还是将冯向如放了出来 冯向如回到了家里 发现刚中已经没有多少粮食了 他孤单单地面对着空房 幸好邻居可怜他 送来了一点吃的喝的 这才能使他勉强过日子 当他想到 自己的大愁已报 不由地产然而笑 而当他想到自己遭遇的祸事 使得全家几乎灭门时 又不由地泪水山山而下 等他想到 自己半辈子贫穷彻骨 又后继无人时 就抑制不住自己的情绪 来到没人的地方 放生痛哭 这样又过了半年 宋家的案子渐渐平息 冯向如便去哀求县令 把妻子的尸骨 盼还给他 当他把妻子的尸骨掩埋以后 回到家里 悲痛地想了却残生 夜里 他躺在床上翻来覆去 想不出一点可以活下去的理由 突然 他听见门外有敲门声 凝神静听 他又听到有一个人在门外 正唧唧浓浓浓地与个小孩在说话 冯向如急忙起身往外看 发现门外好像是一个女人 他把门缸一打开 外面的人就问 现在你的冤筹得以朝雪 你还好吧 这声音冯向如很是熟悉 但在仓促之中 一时又想不起是谁 他用灯一照 发现来人原来是红玉 红玉的手里还领着个小孩 在他身边笑着 冯向如顾不上说别的 就抱着红玉 放声大哭 红玉也是惨然伤心 过了一会儿 红玉推着小孩说 你忘了你的父亲了吗 小孩拽着红玉的衣服 目光闪闪地瞅着冯向如 冯向如细细端下 发现那小孩 竟然是自己的孩子佛 冯向如大惊 哭着问红玉 你从哪里找到 我的儿子的呀 红玉说 实话告诉你吧 从前我说 自己是邻居家的女儿 那是骗你的 实际上 我是只狐狸 那天 我正好在林子里走夜路 听见有个小孩 在骨口啼哭 我看他可怜 就抱到了陕西 去抚养 我后来听说 你的灾祸已经过去了 所以就把孩子带来 与你团聚 冯向如抹着眼泪向红玉败血 小孩在红玉怀里 就像依恋自己的亲生母亲一样 竟然已经不认识他的父亲了 天不亮 红玉就起了床 冯向如问他 为什么要起得这么早 他说 我打算走了 冯向如急坏了 光着身子跪在床头 他哭得头也抬不起来 哀求着红玉不要离开 红玉笑着说 我骗你呢 如今你家业新建 我们也必须要早起晚睡才行 随后 他又是剪除杂草 又是扫院子 像个男人一样劳动 冯向如担心家境贫寒 靠红玉一人 日子会过不下去 红玉说 你只管埋头读书 其他的事情 你不需要担心 我认为 我们还不至于到 饿死路边的境地 然后 他又拿出银两 置办纺线织布的工具 还租了几十亩田地 故人耕种 红玉几乎每天都会扛着锄头 去田里除草 修补漏屋 不间断地辛勤劳作 乡亲们见红玉贤惠 也都愿意帮助他 大约又过了半年 冯家的生活 渐渐优渥了起来 俨然成了个大户人家 冯向如对红玉说 咱们算是劫后余生 这 全要靠你白手起家呀 不过有一件事 我还没有办妥 现在也不知道该怎么办 红玉问是什么事 冯向如说 科举考试的日子就快要到了 可我之前的秀才资格 还没有恢复 红玉笑着说 我前些日子给学官寄去四订银子 现在你的秀才身份已经恢复在岸了 若是等你想起来这事 恐怕早就耽误了 冯向如更加觉得红玉非常神奇 在这次考试中 冯向如以优异的成绩考中了举人 那年 她三十六岁 而这时 冯向如家里的良田卧土 已经连成了一片 房屋也修缮得宽阔深广 红玉依然身姿婀娜 好像能够随风挑走似的 但干起活来 她却比农家富还要能干 严冬时节 干活条件恶劣 她的手却仍然是又嫩又白的 她告诉别人说 自己已经有三十八岁了 但看上去 却跟二十几岁的人差不多 故事的结尾 作者还有这样一段评语 她说 冯向如为人善良 她的父亲又有高尚的品德 所以上天才会抱之以侠义 故事中 不仅那位侠士有侠义精神 连狐狐红玉也非常侠义 冯向如的遭遇也是够奇异的了 然而 那位县令判案 谬误百出 着实是令人发指 而那一口飞刀 阵阵有声 直扎县令床头 只可惜 为何不略向床上一上半尺呢 倘若这故事 让宋代的苏顺侵读了 我相信 他必然会倒上一大杯酒 感叹说 可惜了 县令 县令竟然没有被击中 好 今天的鬼怪故事 红玉就讲到这里 如果您喜欢 就请点赞 并订阅吧 我们下期再会 请不吝点赞